一笔财近载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是上涨128点 指数一样维持作为震荡的动作 基本上就是一天涨一天跌 一天涨一天跌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跌涨跌涨 一红一黑一红一黑 在这边做一个震荡的动作 这个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还是跟大家讲 这个跳空缺口很重要 这缺口如果没有回补的话 那这个是短线的一个高点 那即使说这个大盘这个缺口被回补 它上去的话它还是会下来 只是说它如果能够回补 这个缺口表示它比较强 它会形成比较高姿态整理 如果它没有回补这个缺口的话 表示它这个地方会形成 还会再往下来做个回撤动作 那么今天基本上是拉什么 拉台积电 这个台积电明天不见得就能够上去 因为台积电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其实压力很重 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打出来的 这个地方是因为 外资都纷纷调高它的目标价 都跟你讲说上看千元以上 但是它一方面跟你讲说上看千元以上 一方面它大卖台积电 所以又来了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外资在调高平等 或调向平等的过程面 我们一定要去观察它的动作 它的言行是不是一致化 它如果嘴巴说它调高它目标价 但是它的动作却是大卖超 那我们就不能相信它的话 包括像这个鸿海也是一样 鸿海它这个高点基本上也是 在黄仁勋来台之后所造成的高点 所以它如果要再上去 可能上去的风险有限 上去的空间有限 所以这种大型股基本上 我都觉得不太能够追加 都在相对高档 当然今天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就是所谓的机器人的概念股 都出现重挫 你看这个逸登 我昨天跟他讲这个逸登 逸登从这边涨到去之后 连续跳空两根停满 今天杀一根长埃杀下来 而且带量长埃杀下来 包括像是这一波先长的这个所龙门 所龙门是先长一波拿到整理 整理以后再创新高再长一波 那这边也进行整理 这是第二波上工了 这边再做一个整理 包括像3379 兵台也是一样 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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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拉1 2 3 4 5根涨停 今天开地以后拉出现停满价 这些机器人概念股要怎么去看它 基本上我认为 它们都算是一个涨多的一个做个修正 股票涨多它一定会做修正 就像我跟你讲 那昆银也是一样 机器人概念股昆银也是 对不对 5月15号跟你讲 这个我们开始做多 对不对 5月15号做多之后 结果我们就一路的续报 告诉你洗盘 对不对 一路续报上去 中间过程我全部省略 直接告诉你这个地方 它开始要进行整理 进行整理 也就是说先涨的机器人概念股 先涨的股票先开始整理 然后等一些落后性 补涨上去的股票补涨上来 涨上来完以后 它们今天也开始纷纷出现一个爆量 出现一个整理的形态 所以机器人概念股这个地方 会形成一个整理的格局 整理并不代表它结束了 我再讲一次 整理并不代表它结束了 因为我认为机器人这个概念 基本上是可长可久的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 它是一个涨多爆量 这边藏黑杀下来以后 就出现了所谓的一个空头走势 而不是这样子 我待会给大家看 就像我昨天跟你讲这个什么 训练基因 我昨天讲训练基因 昨天训练基因藏黑杀下来 叠定版 很多人告诉你 这个三毒通过了 再生医疗法三毒通过了 就是什么利多出境 我昨天跟你讲说 绝对不能这样解读 不是利多出境 我待会给大家看 它今天为什么能够攻长领版 好 我今天在盘中 我又发了什么样的讯息 我待会会一并的 全部的公开在阳光底下 公开给大家看 我们今天的抠讯 让大家了解到 我们的操作 跟我们所讲的 是不是一致化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好 那我跟大家讲 我说当机器人 开始会进入休息的过程里面 你要注意到另外一个族群 也就是我跟你讲的 细光子这个族群 因为我认为细光子这个族群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技术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我跟大家讲说 并不说细光子股票 每一支股票都会往上面大涨 并不是 而是会有三支股票先创新高 我跟大家讲这三支股票里面 第一档是光盛 第二档是什么上权 第三档是什么联军全部串通过上去的 这里面你要特别注意毛利最高的什么 毛利最高的就是光盛 而且我认为它筹码相当相当的安定 你来看一下光盛 6442的光盛 4月30号我告诉你细光子CPU 共同封装是回来的趋势 毛利高达46% 业界最高 所以我跟你讲过 我们要做就做最好的 我们要做就做领头羊 他拿到Google的订单你知不知道 他已经拿到Google的订单了 你看现在很多大厂都要来台湾设厂 包括像是黄仁勋 他的AI的研究中心也要在台湾设 所以像Google 像Meta 像包括像亚马逊 都要来台湾建构所谓的资料中心 大型的资料中心 大型的资料中心就是要高速传输 除了他需要AI的伺服器之外 再来就是他最重要 他的网路要升级 他网路要升级 他网路要升级的情况下 也就是未来会用光来取代电 这个我讲过了 这部分谁会先受贿 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也就是技术最高的会先受贿 也就是他曾经跟大厂合作过的 他会先受贿 因为我曾经拿过Google的订单 对不对 所以Google要再找另外的厂商 来跟我来比的话 他不如跟已经合作过的厂商 来做一个合作的策略 会比较安全 比较稳当 而且有熟悉度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说光是你要注意 我告诉你 是不是要告诉你 这个会创新高 对不对 我们进场完以后 是不是先拉涨停 对不对 接下来5月6号是不是再拉涨停 接下来5月6号是不是再涨 对不对 好 结果后来他在高档区 做个震荡整理 我告诉大家 他整理完以后还会再涨 到5月27号再涨6块半 到5月30号再涨11块钱 对不对 5月31号我跟你讲什么 这个这一天你要特别注意 这一天是个关键点 为什么是关键点 因为我跟你讲 他整理快结束要上去了 我为什么凭什么告诉你说 光盛他整理要结束 他要上去了 你看他整理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整理的过程里面 他这一根大量 这根大量它有没有跌破 这一根大量叫换手量 因为它突破前波高点了 所以这个叫换手量 这不是出货量 如果这里是出货量 他直接杀下来就好 他不需要在那边盘整 所以这里是换手量 那为什么要在那边盘整呢 他为什么要盘整呢 因为它长太凶了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涨多少 顶多涨大概三根停板左右而已 但是因为涨三根 就开始被警告了 就开始列入五分钟 成交一次的关键币 对不对 那关键币完以后 在这根整理的过程里面 我跟大家讲说 你看他做到什么一个策略 他在关键币的过程里面 五分钟成交一次 所以他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这边震荡过程面 你看他把融资洗掉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做股票你要怎么能够赚到大钱 你要赚钱其实都不会说很困难 赚小钱不会很困难 但是你要赚大钱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赚大钱你要有耐心 很多投资人没有耐心你知道吗 希望说赶快进去马上涨停板 然后马上每天股票 每天涨停涨停涨不停 那个东西基本上你要看市 你要看环境 有没有搭配 有这个环境 当然我们股票就会每天涨停 没有这个环境 实际还没有到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又不是主力大户 又不是我在拉股票 那我股票为什么会涨 因为市场上认同我的概念 市场上认同我的理念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这边整理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 他的融资怎么样 剪掉了表示大部分投资朋友 都没有耐心 都在卖 觉得老师你的股票都不涨了啦 其他老师每天都在讲涨停板 你的股票都没有涨啦 当然我讲嘛 其他老师股票涨停板 到底有没有不知道嘛 但是我们的股票 如果是涨停板 就一定是有的 因为我的抠讯 因为我的事前预告 我都全部讲在前面 而且我还要付抠讯 对不对 因为我在节目上 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说你要怎么样去分辨 你要怎么样去分辨 一个真正的叫做 真正的实战派 因为每个老师到时候 他都跟你讲 他是实战派 对不对 但是他有没有跟你预告 他有没有跟你抠讯 我说过 如果只有预告 没有抠讯 那表示说 他可能只是分析 便没有带你去买 对不对 所以他只有讲 只有分析 但是没有抠讯 如果有抠讯 没有预告的话 不要说他可能抠十只股票 然后只把那只对的股票 拿出来讲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什么叫真正的实战派 你要用这个标准 单一的标准 你要用同样的标准 去检视每一个老师 就是他有没有事前预告 他有没有再加上 有没有抠讯 要这两个同步都有 才是真正的实战派 否则基本上你会发现到 你老师每天跟你讲掌灵板 但是你根本撞不到 因为他不是实战派 他是嘴巴讲实战派 对不对 好 那你来看 什么是实战派 光盛不是在这边做整理 对不对 融资跑掉了 我告诉你融资跑掉是个好事情 整理完以后我告诉你 整理完以后会往上面涨 这个叫强势整理 这个是5月31号 好 这里是6月3号 再涨7块半 6月4号 昨天6月4号再涨1块半 对不对 今天6月5号再拉涨 对不对 是不是我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你看他的波段 今天抠讯我就没带了 我已经抠好 但是我今天没带 但是我相信你之前 看过我节目都知道 如果你要我补我也可以补 今天我们跟我们抠讯讲说 这档个股 我们这一波上去52%了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4月30号 就是我们进场那天 你来看一下是不是 来看一下 4月30号 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做进场动作 那进场完以后开始做整理 那整理我告诉你 它会创新高吗 你看今天是不是跳空涨跌上去了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 已经涨了52%了 所以你说赚钱很容易吗 你说容易也算容易 但是你说难也难 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你要在这边 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要如如不动 难在这边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要有耐心 你没有耐心赚不到大钱 我跟大家讲过了 为什么我喜欢波段操作 我不喜欢炒短线 炒短线基本上 偶尔为之是可以的 但是炒短线 你一定要行里面一个 很清楚地告诉你自己 炒短线赚不到大钱 真正要赚钱的 你要赚就是赚那个三成 赚五成赚一倍 那个才叫赚钱 其他的都是跑短线 赚个大概几块钱落跑 赚个几块钱跑掉 但是你会发现 跑短线你也不见得 每档各五你都可以赚 你又不是神 你也不可能每档各五 你都是可以这样赚到短线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说这个地方跑短线 你怎么跑 你要说这个地方卖掉 这个地方买 这个地方卖 这个地方买 你敢有那么厉害 你有那么厉害 你看我们这样子 我们就这样抱着 所以我是实际的演示给你看 我们的操作是怎么操作的 让你去了解到 我们这个操作方式 适不适合你 适不适合你来操作 因为我喜欢这样操作 我也跟大家讲过 说其实我对最大的成就感 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来自于我的会员朋友赚到大钱 我的会员朋友 我的股票涨停板 让会员朋友赚到大钱 这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对不对 那昨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来问 老师你的股票涨停板了 有没有问题 那什么股票呢 你来看一下 行政院会通过再生医疗法草案 拼立院本会期过关 这个在4月底的就是出来了 所以我在5月29号的时候 跟大家讲 我说这家公司 再生医疗法会过关 会过关 这个会其实会过关 我说他将直接受惠 这两个股是416年的训练基因 昨天是杀到叠停板 所以很多人打电话问说 来关心说老师这两个股 很多老师都在讲说什么 这个再生医疗法 昨天过关了 三读通过 老师你讲的是没错 但是过关了为什么叠停板 人家老师都说利多出境 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讲 所以你看昨天 没有人敢讲训练基因 没有人敢讲 因为他昨天跌停板 做多了也不敢讲 没有做的人就开始就说 你看利多出境了 你还在买 你还在做多 昨天全市场 我告诉你 如果猜得没有错 应该是没有错 昨天全市场唯一在节目上 公开告诉你 我说训练基因 它不是利多出境 它是一个产业结构性的转变 才刚开始要涨而已 这怎么会是利多出境呢 它的股价在低档区 这边刚开始起涨而已 我说如果说它涨了一大段 一大段 炒很久了 一大段了 然后再放这个利多 那你说这个利多出境 我说我相信才刚刚开始涨而已 我昨天是不是讲说 我说这个什么 我说这个绘制 这个绘制 你看这个周线 你跟我讲说这档个股 它从这个地方杀下来到这个地方 你跟我讲说这档个股 它拉高以后 这个叫利多出境 这个在底部区 这个在底部区 那昨天跌停板今天怎么样 今天涨停 那当然同样的我们的股票 我跟大家讲说训练基因 我已经跟你 昨天已经跟你讲说 新生额的基因检测覆盖率 现在是50%以上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已经50%以上 我告诉你未来是100% 我认为未来会100%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有关于人类生命的进化 我已经讲过了 以前没有这样子的技术 以前没有这种基因的检测技术 很多人生下来就带病 带了很多的遗传病 也有很多癌症的因子在里面 现在有经过基因的筛选之后 有选择权 父母亲有选择权 这个小孩子生下会很辛苦 然后父母亲也会很辛苦 你们决定要生吗 所以告诉你未来的人类 只会越来越健康而已 因为医疗生技的进步情况之下 那么都会改变这一切 所以我认为这叫生命的进化 在生命进化的过程里面 基因这一块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跟你讲过 我说在5月1号台湾 5月1号从5月份开始 基因检测这一部分 NGS已经纳入健保了 健保已经有了 以前没有健保的时候 你要花自费 你要花大概2万到10万左右 去做这个基因的检测 要做标靶治疗 现在已经纳入健保了 有部分没有全部 但是已经有部分纳入健保了 有健保问你 你要不要去检测 所以我告诉你 为什么它商机很大 而且说我说这家公司 它是跟美国的 最大的基因检测公司合作 所以它的资料库是很齐全的 这家公司基本上是全亚洲 几乎是在台湾 几乎是最强的一家 技术性最强的一家公司 好 我在5月1号要跟你讲过 这家公司 我当时已经 因为我们没有在做生计股很久了 我认为大盘要开始整理 要拉回 我认为防御性的类股 我认为会涨 所以当时我们第一步 第一个全市场第一个告诉你 再生医疗法要过关了 我当时已经事前跟你预告了 全市场第一个告诉你了 所以我们在5月29号做个进场买进 买进完以后拉涨停 5月30号再拉涨 再大涨 差点涨停 盘中有涨停的 再大涨 对不对 5月31号再拉涨停 对不对 6月3号再拉涨停 好 昨天很关键的一天 6月4号很关键 昨天这根骑杀 长黑骑杀杀到什么跌停板 很多人告诉你利多出境 很多老师也不敢讲 全市场只有我在那边讲 我告诉你这个叫长多长黑的一个洗盘 我说他在洗盘 而且你看我今天早上的抗讯 今天是6月5号 看一下我们的抗讯 看一下 这个4.160的训练基因 再生医疗法三读通过 不是利多出境 是产业结构性的什么 转变 拖断自身巴士 持续抗抗不变 11.07分的时候 11.07分的时候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再告诉我们家族或人朋友一次 再告诉我们或人朋友一次 要安心 我不要你要赚大钱 不要杀进杀出 你跟着我这样做 我会带你安全上车 带你安全下车 我还没有卖 你不要紧张 尾盘拉掌你锁住 对不对 接下来 当然持续看涨 你要知道生技股不涨子而已 一涨起来那很惊人 因为第一个他们股本小 第二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获利 因为股本小 所以一旦获利速度非常快 所以像这种个股 筹码又相对安定的话 股价那一飙上去告诉你 以前生技股不涨子而已 一涨起来都是吓死人的 都是吓死人的 那接下来 同学朋友 机器人也涨了 机器人也涨了 AI也涨了 还有什么股票还没涨到 我认为这个地方 请你特别注意到 应运地缘政治 赖清德主打五大信赖产业 拿五大信赖产业 人工智慧AI 这个涨过了 这个涨了 这个涨很凶 涨到机器人去了 半导体也涨了 COAS 军工股之前有涨过 但是我认为这个续航力不够 监控产业 监控产业 跟这个通讯产业 你看通讯产业就是光通讯 光通讯产业 你看我们的这个光盛 光盛今天又涨停板了 这五大产业入列 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 需要提升国家的磁力 必须掌握时机大胆地 持续地壮大台湾的科技跟经济 对不对 所以地缘政治 赖清德主打五大信贷产业 我认为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能后面要涨 因为它都还没动到 所以你看这个 这家公司做这个的 安全监控 我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 这不只在机场 我认为未来可能连每个家庭 可能都会装这个东西 甚至在这个每个路口 每个路口都会装这个东西 安全监控东西 这个部分这档个股 我认为有机会创新高 而且有机会大涨 它是政府的主打产业 安全监控 智慧安防的什么AI化 中南美洲街道安全监控的需求大正 所以目前从这个视调研究机构来看到 2030年全球这个 对这个产业来看的话 它产值是2000到3000亿美元 未来会成长到5000亿美元 所以这个产业我认为是向上的 这种股价在底部打了满久了 这种个股有机会往上创新高 往上面大涨 把握这个机会 你如何把握呢 加入我们这一次的 感恩回馈价的方案 你一半 老师帮你出一半 好 休息一下 待我们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陈老师 恭喜会员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您一半 老师帮您出一半 请您马上来电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陈老师 专场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陈老师 恭喜会员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您一半 老师帮您出一半 请您马上来电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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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 关心您 未来的机场呢 包括像是港口 还有火车站 还有交通运输纽 包括像是公司 大公司的总部的楼下 我认为都会装这个东西 安全监控 这是未来趋势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它有机会 让你什么 赚三成赚五成赚一倍 你要不要把握 好 你要不要把握 要把握了 就好好跟上我们的脚步 这一次呢 我们推出一个赶恩回馈价 你一半 老师帮你出一半 好好把握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的祖先很轻轻 万行修行都没打算 细细啪啪的炖起来放 没问题时 一只菜鲍也可以配三档 期待不一样 古早味现在网闻带领船 因为主要说我们的虚拎 所以我们一起就要去港 如果让你吃传统 还要让你吃平空 如果开车都花负参专 一杯飞车 今天才开车 暴力大逼 运达头顾陈老师 恭喜会员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您一半老师帮您出一半 请您马上来电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陈老师 恭喜会员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您一半老师帮您出一半 请您马上来电 02-2781-0909 2781-0909 字幕оз 赢外出 今天 谢谢大家